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光照方面 刮与局虽然西广 但是沿着夏天的光照必须得给它折引 春天和冬天必须让它全光照 冬天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景跟长得很长 影响整个制度的美观 施肥方面 刮与局比较细肥 冬季开放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用点剥肥 用零散二清芽 给它进行喷杀或者是搅拐 春季的时候 给它用点淡淋价复合肥 进入夏天以后 天气温度特别高 你这个时候给它控制式肥了 因为它也进入休眠期 袋子刮与局 土壤比较寂寞 你可以用汗油级肥多来载入 保重土质的土肥性枪 给刮与局交肥 你必须得见干件事 它们这个动静 配偷不是黑干的情况下 你都不能关于剥肥 假设干了 你都剥了剥以后 不能剥半截肥 春天给刮与局剥肥 你必须得保持每天一肥 因为你要缺了肥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整个制度药片危险的现象 假设在剥肥的情况下 它也恢复不了原来的状况 好了 关于刮与局养殖方法 我就给它介绍一下 不得太好 不得最少 就不得地 哪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